穿上救生衣戴安全帽 搜救队员着装等天气稳定 就要开始进行搜救 因为来泛州落水的失踪男子 至今还是下落不明 记者现在位置在案发地的下游处 那经过一个晚上的大雨 清晨五点钟有泄洪过一次 那虽然现在天气已经放晴 但往下看溪水还是相当湍急 空拍画面上可以看到 溪水相当浑浊 能见度很低 搜救人无法冒险下水救援 这回是分成六个小组 从落水点开始 一直往下到内洞森林游乐区 都有派员在岸边进行搜救 人员总共出动了44人 分成六个小组来支援 昨天因为污来有下雨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有做个研判 有可能说会被水流 带往蓝沙坝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蓝沙坝的部分 也准备了 大概有十名的重庄潜水人员 那一旦水流的状况如果允许的话 我们这十名的重庄的潜水人员 就会下水做潜收的动作 失踪的28岁灵性男子是一名领队 有泛舟经验 四号跟朋友自行来到新店福山 南市西附近玩泛舟 结果落水目前已经失踪一天的时间 他的公司同事得知消息 也到现场自愿加入搜救 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人 TVBS新闻的老师 黄敬芬新北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